根据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规定 全国应禁用身心障碍员工的义务机关 有1万6千多家 劳动部公布最新未足额禁用的单位 公立机关、交通大学 还有桥头地方法院都是排名第一 两者都不足额5个人 不过另外也有公司发现到 身心障碍员工有许多的优点而超额禁用 负责客服及系统整合的晨曦资讯整合公司 员工数649人 依照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定 应该禁用1%的身障员工6个人 但这间公司用了61个人 堪称爱心企业 因为他们从身障员工身上发现许多优点 他们相对把握的能够提出的积极度 反而比一般人更强 所以我觉得禁用身心障碍朋友 有非常非常多好处 对企业而言 根据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定 因禁用身心障碍员工的义务机关 总计一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家 其中有1496家未足额禁用 占百分之八 未足额禁用人数两千一百一十三人 其中未足额的公立单位 第一名是交通大学与桥头地方法院 两者都不足额5人 私立单位则是科医人事顾问公司 不足额13人 为了鼓励企业主禁用身障员工 劳动部强调 如果企业有需要 政府也有职务在设计辅导团 可以进到公司协助 劳动部表示去年一年就有两千四百二十六件申请案 如果需要购买辅具或改善无障碍 政府最高还有补助十万 呼吁企业能开发身障就业机会 看见身心伤害员工的无限可能 记者许康泽庄志成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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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